我们原来是同学 本以为对他特别了解 也挺靠谱的一个人 但是相处久了 他做的很多事情 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这份感情我不想再继续了 我们认识太久了 我太了解他的脾气了 我的时候特别怕他 所以不敢和他说实话 但是我很喜欢他 不想失去他 就像迷路一样 谎话让女孩没有了安全感 安全感能不能够重新建立呢 来掌声有请 这对男女嘉宾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徐22岁 来自山东居民销售 女嘉宾小林23岁 来自山东贷业 欢迎两位 主任好 是初中同学啊 初中同学 初中的时候是 那个时候两个人关系还比较好 我对他有点好感 那个时候还没在一块 然后上了高中之后 有一次这个同学聚会 两个人联系上了 然后就走到一起了 你看你谈起当初走到一起 满脸都是笑容 你咋不笑啊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丑啊 现在丑了 现在丑了 怎么就变得由高兴变成了惆怅了呢 刚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我觉得他这个人挺靠谱 也挺老实一个人 结果接触时间久了以后 发现他老是对我撒谎 这个事我特别忍不了 第一次发现撒谎去什么情况 就是刚开始 没过多久的时候 我就有一次给他打电话 我就说你在哪呢 他说在外边吃饭呢 我说你们同学一块出来玩 不打个牌什么的吗 然后他说他从来不打牌 他知道我不喜欢打牌的男生 就过了没多久 我跟他去一座 进一座的时候 买了几十块钱东西 然后他就非要刷卡 说现金不够了 我说你前两天 现金不还一千多吗 然后他跟我说 他去打牌了 说初六了 那天确实我哥们 请我去吃饭喝酒 因为大家喝得比较开心嘛 我就说这样吧 我请大家去喝个茶吧 没想到那个茶室里边 有棋牌室 当初是谁告诉我不打牌的呀 我确实没有打牌啊 我就说请他们去喝个茶 没想到他们一玩起来 我就在跟他们看着呢 那这件事情你跟我说过吗 你给我打个报告吗 我明知道自己女朋友 不喜欢自己男友打牌 我还往枪谎撞 我不是没事找刺激吗 不喜欢就成为了 你撒谎的理由是吗 不是 我没有撒谎 只是没有把这件事 跟你说而已 那之前还有一件事 你给我撒谎呢 我跟我闺蜜出去逛街嘛 我闺蜜那天有事 放我鸽子了没来 正好她在公司加班 我想去公司看她一眼 结果跑到公司去了 她公司都关门了 我问她你在哪呢 她说她在公司呢 她说她加班呢 我说你确定吗 她说她确定 还给我发了个定位 我当时就火了 你不在公司 为什么还给我发定位 还说你在公司呀 还说你加班 为什么呀 那天确实是个周末 公司说是加班 因为天气原因 公司临时决定 那天休班 我已经知道 你和你闺蜜已经约好了 每天我就是上班下班陪你 好不容易有一天 你陪你朋友了 我就说给自己放一天假吧 我也有自己的朋友啊 我也有自己的家人啊 陪陪家人陪陪朋友啊 我就说给自己放了假 休班不休班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在你公司门口的时候 你没在公司 你跟我说你加班呢 那是为什么 你那天干嘛去了 那天我回家了 并没有干什么 我平常能干什么去啊 除了陪你就是上班啊 既然回家为什么不过直说 这件事情前面有什么事了吗 你说你回家我会生气吗 这件事情我不会发脾气吧 还大了什么谎啊 然后还有一次 他倒是也不是瞎谎 是他说话不算数 之前他跟他朋友去喝酒嘛 中午喝酒 喝了两个小时 我就问他 我就说下午去看电影 他也答应我了 我说那你多久能完事啊 他就说再等五分钟 然后我就等他 等完五分钟等十分钟 等完十分钟等半个小时 等了一个小时 我电影票买好 都在电影院的 他还没过来 后来给他哥们打过电话去 以后他哥们说他喝醉了 已经到家了 当时我知道我和你有约 去看电影 但是我和我哥们喝酒 也有一定先约了 当时你又不知道 咱们喝酒的习惯 当时是在酒桌上 主要是提前离开的人 必须和在场的 所有人干杯 所有人喝一遍酒 那天去了几个人 差不多十几个吧 我还没喝到最后一个人呢 先把我撂倒了 你知道你酒量不行 那边有十来个人 你还对着喝酒 你还答应我去看电影 我这不是心里有你吗 我心里 你心里有我 你有点脑子吗 你有想过后边事 你怎么处理吗 万一你喝醉了 我怎么办呢 你都没跟我说一声 朋友问你的问题 很对啊 很合逻辑啊 你既然知道酒量 不足以应付十几个人 为什么不跟他说一声啊 因为说实话 在酒桌上确实走不开 打个电话总可以吧 因为我在酒桌上接电话 肯定哥们肯定说了 你又被你女朋友压制住了 是吧 你心里有你女朋友 没有兄弟了 我就是讨厌他有什么事 不跟我说 要么不说 要么就是给我撒谎 还有什么事吗 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 是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之前我跟他 在一块逛街的时候 他手机有一个电话 打过来了 他没接 直接扣死了 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接呀 他说推销电话 他说打的话 可能会扣费或怎样的 他撒谎的时候 支支吾吾的 我就知道他当时 肯定又撒谎了 我就说我给他电话打过去 他死活不让我打 后来他给我承认 是他一个高中的女同学 为什么不敢跟你说 你心里不明白吧 就你这个脾气 跟你说什么事 没等我说两句话 就给我干上了 那就可以撒谎了是吗 你为什么告诉我 这推销电话 后来我查他通话记录的时候 他和那女的几乎 这半个月 每天都有电话 都有通话记录 我觉得你咋那么傻呀 人家女孩都发现有问题了 你就招了吧 因为说实话 百分之百的会 我和他会吵起来 有可能有时候说谎 这个事就过去了 撒谎是有可能不被骂 不是不被骂 因为我不想因为这种事情 跟他吵架 不想因为 所以拖到最后一刻 你成亲了吗 跟女朋友解释清楚了吗 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说的 他跟我说那女生失恋了 但是我就想我不理解了 他失恋了 为什么找你打电话 他没有闺蜜吗 因为他跟我高中关系好啊 信得过我啊 我再澄清一点 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你跟他没关系 不代表他跟你没关系 有可能他对你有好感的 这件事情 你肯定自己心里也有数 为什么把通话记录 删了不让我看见呢 我为什么要撒谎 还不是因为 这些我们的感情吗 一件小事 真心感情就可以撒谎了 你问问其他人 谁是真心感情撒谎的 不是哪一个男生 为了自己女朋友 不撒点小谎呢 为了不撒点小谎 可以一次两次 我都能理解你 你这撒了多少次谎了 每次都让我揭穿你才承认 我要问一个比较 敏感的问题啊 在你们俩相处的过程中 你有多少谎言 没被揭穿 百分之二十吧 你除了跟女朋友撒谎啊 跟这个老板啊 你爸你妈呀 撒谎吗 撒谎啊 他倒挺实在的 来这儿要干什么呀 女孩子想来的是吗 是我想来的 你想来的呀 对 为啥要来 就是想和他和好 他要跟你分手 对 已经分了吗 分了 已经分手了 对 什么时候分手的呀 上个月 你提出来分手的 这一月都没理他吗 基本上是吧 有时候他给我打电话 我基本上不太接 那他让你今天来做节目 你怎么来了呀 今天就 给他赐机会吧算是 我想知道他在 到底是什么态度 而且这边有嘉宾嘛 我就想知道 他那些谎言 到底是因为什么跟我说 我也想弄明白 听听老师们 怎么来帮你们吧 好吗 来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谎言如果没有带有恶意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当成 一个善意的 管他是欺哄也好 还是怎样 而你的男朋友 他使用的这一些谎言 他只不过是为了逃避责任 逃避冲突的一个 稀释宁人的办法 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讲 一直理直气壮的撒谎 只不过是觉得 我不想发生冲突 不想让你生气 这没有带有任何恶意 所以他才敢一次又一次的 撒谎撒下去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 拿着一个来考量 他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诚信的人 可托付的人 考量他的 还有其他更多的地方 比如他对父母好不好 他对工作好不好 他对朋友好不好 他对身边的陌生人好不好 等等 所有的细节都能够观察出 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 当你的男朋友 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的时候 当他还全心全意 爱着你的时候 也许你应该考虑 让他回来 你们换一种相处 再试试看吧 姑娘 谢谢明达老师 谢谢老师 郭老师 兄弟 我很同情你 撒谎是个 需要高情商的人 很聪明的人 很圆滑的人 干的一件事 你这撒谎是个很痛苦的事 你撒了一个谎 你顺嘴说出这么一句话 你要用十个谎言 来圆这个谎 谢谢大家 第一个谎言 你看来 一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撒谎是为了要变好,要解决问题,我认为这种暂时性的谎言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已经错穿了他的谎言,他还要反过来狡辩,那么他谎言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改变,他只是为了撒谎而撒谎。 而这样的谎言是让人极其厌恶的,就俗称的找理由,就百般的找理由,你看他今天没有为一件撒谎说一声对不起,反而他重复的一句话就是,我还不是为了你吗? 我还不是为了我们这段感情吗?我还不是怕你难受吗? 他丝毫没有感觉到撒谎给他自己带来的贵疚感,也丝毫没有感觉到这种撒谎对于你的伤害,反而他认为每一个谎言都是为了你,这就有问题。 所以说,还好这个女生不是那种喜欢在谎言中沉醉的女生,有些男生的谎言,不管是口蜜附件,又或者是说喜欢吹牛,很多都是女生造成的,女生相信的,所以男生谎就越杀越多。 当然,我觉得女生确实不够智慧,不应该用高压的政策去把她扒得一丝不挂,应该采取的方式是,用智慧的诱贡的方式,让她说出来,又不让她那么没面子。 就你们今天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暂且认为短暂的时期之内,尤其是男生,是得一定好好地考虑自己的错误到底在哪里,你现在丝毫没有意识到错误给她带来的痛苦,我看不到你的痛苦,我只看到了她的痛苦。 在这段时间,至少几个月之内,好好地反省一下,如果完全不能接受,就不要出来,如果你觉得人还是不错,同时没有太大的伤害性的谎言,你对她有希望,那你可以出来,但是你将拥有更大的问题要面对,那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呢?你自己评估一下自己。 还有一点,我特别想问一声,那百分之二十里面拎出一件最严重的,坦白一下,因为你每次都觉得撒谎,一旦我要是承认, 有没有这样的事,你这样的事,我还有一个平اد的,我相信你同时有什么时候,那我觉得ás是有由他在那里, 不能决定。 能不能跟他身伤进去吗? 为此,你好,我觉得你会对,因为你价位的最严重的,我身体那是最严重的,但是如果要 pinned我的身体, 我给你决定那个刷来的那是一条我家的决定。 你觉得,你怎么这样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我自己知道。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真的有什么,你就知道? 我完全没想到说,因为我只能着想看到你不通了。 我认为你,是要解决定的你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看到你哭我真的很心痛 其实你在我心里一直很重要 我知道撒谎是我的不对 但我真心里非常在乎你 真的不想失去这样的感情 我是真的错了 我之前跟你在一起是看你人特别好 相处久了 没想到你有这么多毛病 我一次一次地给你机会 包括我们分手了 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 也是给了你一次机会 好 时间到了 请亮灯 来 两位请回 请关门 常常叹了一口气 这就是发谎的代价呀 后果 你可能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但有时候感情真的是容不得杀死 无论是高中与同学 还是种种借口 避免他生气 真诚是最可贵的 还有一点想跟你说的是 当你的谎言撒出来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谎言 对于接受谎言的那个人而言 重不重要 如果重要你就会伤害他 你就不应该再撒谎 如果像我们生活当中 我刚才说了每个人都会撒谎 伪心的 夸奖也好 褒奖也好 又或者是胖对方伤心 而说出的一些谎言也好 其实有一些这样的谎言 的确是没有伤害的对方 但是你一定要认清楚 撒谎本身确实是一个不好的品质 你得要有这种感觉 而我今天其实最痛恨的 不是你的撒谎 是你死撑 是你找理由 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感觉到 撒谎有什么不好的 这才是我真正最痛恨 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现场 不仅是你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看到了 撒谎的代价是什么 所以啊 以后再谈恋爱 千万记住 不要伤害他人 好不好 希望你能有真诚的情感 和真诚的内心 好吗 我特别想 现在特别想拥抱他一下 我觉得这个哥们 现在心里应该挺不好受的 真的 真的 好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